向大家介绍相关情况 全市的疫情已经连续几天呈下降的趋势 4月15日上海市启动清零攻坚以来 行动效果日益显现 每日新增感染者 特别是社会面新增感染者逐步下降 风控区逐步缩小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防控工作正处于较劲爬坡的关键时刻 为进一步巩固扩大清零攻坚工作的成效 市防控办昨天制定了实施的方案 力争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 接下来将开展社区的管控行动 检测筛查行动 流调排查行动 转运隔离行动 疼患扩容行动 中医药干预行动 清洁消毒行动 等九大行动 写整理行动 sek指导 对 根本 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